Hello 大家好 我是Andy 今天如同標題所見 就是記錄我換車牌的全過程 我第一張車牌是2019年 其實我三年前才考車牌 是2019年11月1日取得的第一張車牌 它是到期的 現在就要換牌了 換牌之後 即是每張照片都會換掉 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 不做就等於換法務牌駕駛 所以沒辦法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今晚還要有直播的賣東西 今天是賣亞冊那天 現在首先要去聽講座 很神奇 換牌也要聽講座 好吵架 好 出飯 不要浪費大家那麼多時間 首先你先買一個廣告 今集都是感謝Surfsharp VPN 贊助這部影片的播出 Surfsharp VPN全球超過幾千個伺服器 而且它們一個帳號 就可以Lock in無限部器材 即是你一個帳號 你有十部儀器 你全部都可以Lock in VPN有什麼好處呢 我首先想跟大家說 VPN在什麼時候 最適合一般人使用呢 就是當你使用公共Wi-Fi的時候 因為公共Wi-Fi 我想大家從小聽到都知道 很容易被人吃 如果大家會有網上購物的習慣 又是可以幫你大大保障到你的網絡安全 那你始終那些個人資料 是不是要加一些保護呢 另外對大家最急切地幫到大家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網上的購物地方 你買一樣東西 和你在另一個國家買一樣東西 例如Farfesh 和 E&D 買衣服的地方 價錢是不同的 你在日本買的日圓低 如果你是收你日圓的話 那你實際上是否會給你少錢 對吧 但你怎樣可以把它變成收日圓的地方 就是你用VPN連到日本的IP 你去看你的譬如全球的購物網站 它會當你在日本的時候 它便自然收你日圓 這可以實際是幫你省錢的地方 當然啦 最重要的是 當你用VPN之後 你去買YouTube Premium 即是以後你看YouTube的時候 是不會再跳出來的廣告 其實如果你連去阿根廷買 一個月都是說幾港元 VPN到底有多少錢 其實VPN只是港幣 不需要二十元一個月 是一個很便宜的工具 如果大家看得我 應該對日本的東西都比較有興趣 其實日本很多網站都鎖了 指限本土IP上去 但如果你用了VPN 連到日本的IP 其實日本的網路是通行無阻的 我是真心 真心 我是覺得大家是需要買VPN的 如果大家使用 Osaka ND哥的一位買 那你就會有17折 免費三個月 大家就算不買也好 你按連結看看 影片簡介那裡已經有整個連結 你不需要自己去打個網址 裝一下吧 我這輛CVic已經駕駛了 現在差不多1萬公里 9400公里 最近駕駛得有點多 因為我們這個年中的時候 經常去東京又去城又去山口 都是駕駛這輛車 很多觀眾都說 這輛車不要駕駛那麼多 粗米就不值錢 但我自己覺得 車要用來駕駛的 加上CVic是腳車 我是這樣想 駕駛得很舒服 但如果你說有些投訴的東西 就是它轉波的盤 即整個系統那裡 膠是有點異音的 但我對聲音是非常敏感的 Yen和Jason都說不太聽到 我說了之後 他們要很留心聽 他們就聽到 但始終這輛車在日本 原價來說不是一輛貴的車 原價是500萬日元 30萬港元 其實它不是一輛貴的車 我覺得有異音是正常的 我都沒有過於強求 但那些雜音是我覺得 有點頂不住 但我不是不喜歡這輛車 我是很喜歡這輛車 如果雜音解決到 對我來說是非常開心的 我們說回這個換車牌 這個換車牌真的有點匪夷所思 真的匪夷所思 當你的車牌到期 其實你是自己知道 你本身拿著這輛車牌 到期日前兩個月 你就會收到一封信 那封信叫你去約時間去換牌 其實有幾個選擇 一個就是去日本的運輸署 日本很大 它有很多運輸署 但最糟糕大返那兩個運輸署 我都不接近 如果你去運輸署 是可以直接做所有的 這些事前我是不知道的 因為它還有另一個選擇 就是去你所在的市 不是警局 是真的最大的警署 你去警署 你要準備照片 填寫資料 就是給你新車牌 用的資料 我當天以為會做所有事 因為其實日本換牌 就不是交資料 給你新牌 那麼容易 不是的 你要上課 要聽講座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現在要聽講座 還要聽兩個小時講座 聽完講座之後 它才會給你新的牌 我當時以為是去警署搞 我已經預約了 然後去警署打算去換牌 那天這樣 最神奇的是 當我去警署說要換牌的時候 它是跟我說 今天你是不能換牌 你只是來 我是預約去警署 我是預約來警署 在警署上預約聽講座的時間日子 最神奇的是 預約聽講座時間的日子 是不能選擇的 是它控制了給你 那我為什麼要預約 預約呢 我現在是預約去警署 在警署預約一個 我不能選擇的appointment 那為什麼一開始就跳去 最後一步 為什麼要浪費我兩天時間 這件事我真的想不明白 這是什麼制度 這是多麼愚蠢 多麼浪費時間的行為 又浪費警力 又浪費用家 又浪費市民 又浪費人民的時間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可以這麼沒有系統 我現在聽完講座之後 它就派回一個新的牌給我 我整個換這個牌 我用了兩個早上 時間上我用了大約五小時 是超無聊的 真的超無聊 日本最近下雨下得有點離譜 是說下七天雨 很嚴重 因為下雨很多人開車上班 基本上每天開車上班都會見到別人撞車 每天都撞車 真的 大家如果下雨開車記得打聲十二分精神 就是這個大回頭 我要去一樓的這個行 My Lucie Space 自動車運轉去 就是車牌的意思 更新時趕集 每次就是你們換車牌聽說的會場 你們換車牌聽說的會場 會場 好 好了 我拿到我的新車牌了 我覺得可以簡單地跟大家說一下內容是說什麼 我出去了光環境好一點的地方 還跟大家聊幾句吧 對比看著我的樣子 我相信大家會越想看日本的這些行車街更多 不如我們總括一下我們今天的講座 我學了些什麼 結尾影片 還有說回Anthony的看車影片 近期內不會有更新的 因為他回到香港 他應該要大約九月尾十月才會回到日本 所以我們再看車 已經是要九月尾十月才開始拍 所以影片出來可能是十月尾十一月才有 他應該未夠這麼快的決定 好了 我們今天這個講座的時候 其實都學了很多東西 但是他的資料提示 他說的資料參考 就不是全日本 他只是告訴我們大阪府 在2021年大阪府的交通以外 是有25,388件 死亡人數有140人 負傷人數有29,560人 在這140人入面 有68名都是高齡者 即超過65歲的人 在疫情下多了很多老人家開車 對比起2020年度 高齡者的死亡人數 是多了20個人的 是很多的 但是很多以外 不是四個輪互助 或者四個輪互兩個輪 大部分的交通以外 導致死亡的交通以外 是車撞行人 或者是車撞單車 就是最多的 或者車撞電單車是最多的 這個我覺得是理解的 最嚴重的就是單車 因為單車是不需要有駕駛執接的 但單車是走馬路 它是應該跟車一樣 它不是應該 它是必須跟車一樣 遵守車的交通規則 即是紅燈要停車 譬如是必須停止的地方 一定要停車 以及你是不可以逆線的 但是基本上 單車的90% 九成的人都不會遵守交通規則 所以導致很多意外 例如一些很小的十字路口 很小很窄的十字路口 它們是會有一個 必須停止的時候 它們是沒有停止的 直衝 那些車是預料所有東西都會停 那些車就撞過去 然後行人就是高齡者 就是這個婆婆伯伯 香港和日本是一樣的 就是大部分的導致死亡的意外 就是因為那些婆婆伯伯 高齡者他們沒有走巴馬線 或者亂過馬路 就說大部分的老人家 看到目的地就會直衝過去 就不會去找過馬路的地方 導致很多車 是沒有預期過有行人走出來的時候 就會發生意外 那我也覺得是合理的 還有這個Ironman 舉手就可以走 這個規例原來是全球通用的 我也覺得它是說得非常好 是聽得入耳的 加上今天我版本的講座 就是第一次全門車牌 就是剛剛有車牌的心牌仔 以及被人抄過幾次牌 扣分多過三分的人才會來 這個情況下 它再灌輸一個比較安全的運輸心態 駕駛心態我覺得非常合理 非常正確 非常正常 我不知大家覺得 怎樣看 香港駕駛車 我看見大家的攝影機 都很困難 我覺得我回到香港 我是駕駛不停車 我想我很害怕 我覺得大家來到日本 是通行 沒有任何地方阻礙你們 還有它有分析大阪哪裏發生意外最多 最多就是環狀線 就是板神高速入面的環狀線 而第二多的公路道路 就是我現在身處這條 就是角度26號 就是全大阪第二多意外的一條主要幹線 上年有783個意外在這條道路發生 每天平均是多於兩單 真的幾多下 我們下集再見 大家記得訂閱、分享、留言、讚、好 最好幫我分享給朋友 尤其是在日本考驗車牌 或者考驗車牌的朋友 下集再見 拜拜